先和大家宣传一下,3月31日将会搞体波活动 今次我和Marcus的球人志一起合办体波活动 地点在中环交易广场的Liberty Exchange Kitchen & Bar 其实在街域广场,即是IFC一旗,中间有个门口出回来 右边是渣打的玻璃幕墙 左边有一个街域广场,中间有个喷水时 就是左边街域广场有间坊 只要他们平时在中环上班,或者平时走开中环 去到5点、6点的时间,特别多些西装的鬼佬 穿着西装的鬼佬和OL有些都滑得滑滑 站在外面,就是HAPPY HOUR 喝酒,当然有些人坐在里面 那就是在那里搞,第一次在那里搞 起码是什么呢?就是会两场球 对,连续看两场球,你没听错 9点钟,利物浦主场对白礼顿 和11点半大战 这场球大家气肉重头气 曼城主场对阿仙奴 这两场球很重要 真的可以说完全影响到今季英超的真标的形势 因为两场球包含着三支 现在在英超前列真标的三支球队 是这三支带出的,没有其他没有第四支 热刺万暖维拉的浪漫 没有了,是这三支 所以随时... 现在来到季尾最后直路 随时每一分,每一场球的胜负 每一分和每一个日球的胜负 都会影响到形势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看 那价钱有什么呢? 188元,包含两杯夜饮 有酒精或非酒精 要吃东西没问题 388元,两杯酒精或非酒精的饮品 再加一个晚餐的主场 真值得 200元不用在中环这样喝 也会想到的,又看球活动 那你想怎样呢? 你不要用那些大的机构 可以用大把水 我说钱是散资的那些机构 随便在那些什么店就行 搞那些东西又不是很好吃的 那些活动 一块水不用那些,找那些来给 那些没得说的 你现在去找一间私人楼和劏房 去给 还有有奖餐,有礼物送 最主要就是复活节假期 现在正在开始 去到4月1日 是假期,大家不用上班 正常来说不用上班 所以不要怕要上班 要早起床 不需要的 希望大家到时来看 一起来看球 喝喝喝酒,再来一回 嘈吵一下就挺好 报名方法就是 视频下面下面的视频 有个网站在Google Form 填完资料 填完下面有个Pay Me Code 付钱就行了 或者在现在的Poster上面 阿霞霞霞特斯的头上 不是有QR Code Scan进去 填完资料 下面有个Pay Me Code 再按去付钱 又可以 总之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这些重要赛事 而且欧国杯 都会做多些看球活动 无论我又好 Marcus又好 大臣也好 接下来 大臣又会搞雙鸿会 还是在这场上 大家也要支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 整天问何时搞看球活动 现在搞了 搞你又不来 那想怎样 到時見到大家 適逢國際賽期,剛剛過星期結束 歐國杯決賽收已經訂了這麼多球隊 恭喜了,即是24支球隊 大家現在可以看清楚形勢如何 分組賽形勢就知道了什麼球 還有亞洲區也踢世界杯外圍賽 香港沒辦法,已經宣佈出局了 還有國際友誼賽也有踢 當然,譬如歐國杯那群球員 都要開備戰爭取表現入選 6月就是,你要爭取最後的機會 入選踢這個決賽周 對於球會來說,英超就在星期六 即是明晚才要開 球會沒有比賽,陣中也有頭痕 對於球會來說,國際賽也有頭痕 因為很多主力都要踢國家隊 不能投,隨時這樣傷就無謂了 當然,有好的方面就是 不用踢國際賽的那些,沒有份入選那些 就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特別要有傷在身的球員就可以養傷 讓他們專心養傷 最近又看到一宗新聞,就是車路士那邊 今季表現令人失望的英超球隊車路士 也宣布了他們陣中的比利時中場 年青中場,拉維亞 就復出無期了 今季也不用預期了 趕及不及今季復出了 這個貴價貨 今季,即是去年夏天 搶贏了利物浦 誰知道現在踢了多少場 又說要收裂了 所以車路士真的突物無所用 扣會就說出不了,也沒辦法 始終受傷了 可以說是報銷了 今季已經差不多這樣 拉維亞自己也在個人社交網站那裡 亦發了一個聲明出來 所以就跟各位車路士求迷說 他也說各位車路士求迷說 大家都知道 就算他多努力也好 今季始終受傷 餘下的時間都出不了 Remaining of the season 也要 missing 今季絕對是一個令人沮喪氣壘的球季 特別對於他而言 對於他自己而言 因為他幫不了他的隊友 幫不了球隊 不可以在場上奔馳為球隊作戰 他說他喜歡這支球隊 穿一件球衣上陣的話 是代表著很多東西 所以也令他覺得很自豪 他就說 希望大家給他時間 好感到優養 也相信他一回來的時間 有一個全新的拉維亞出來 一定會為球隊付出 一定會有好的表現 很感謝各位的愛 支持和支持 甚至批評 因為這些全部都可以幫助他 如何正面成長 正面去應付眼前的問題 亦令他繼續走下去 所以他也說 很期待著 相遇復出 再次在球場上 比賽的時間 希望到時可以交出 很好的表現 令人滿意的表現 為球隊可以爭取好的成績 話說話 很快大家也會再見 其實是今個夏天才加盟 上季 他上季才加盟 他本身是一個曼城的青年軍 曼城也不算是一隊 但因為修咸頓 看中了他的潛質 就覺得以為這個年輕人 可以的 真的可以升任 球底 作用的位置 完全適合球隊作用 所以高價 其實曼城去沙藍頓也不便宜 如果以一個 不算是一隊證明了自己 即是曼城試過出過 但還是球備上陣過 一兩場 如果這樣來說 那真的算是多貴 就過了去 18歲而已 那時候還是過去沙藍頓 但是過了沙藍頓 證明了沙藍頓那些 總監 球探 眼光也真是不錯 Navia作為一個 防中的球員 無論在 視野 覆蓋範圍 跑動能力 甚至放長拳 轉手為攻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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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攔截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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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錯 以一個18歲的球員來說 甚至乎感覺上 完全不止一個18歲的球員 所以這件事 令到沙藍頓 撿到一件好事 雖然 上季收藍頓 最終要搞到他降班 整季表現都不好 最終要搞到他降班 但是Navia算是陣中少有 那表現是令人有較深刻印象的球員 算是 甚至乎個人覺得 他的表現 比起華特鮑斯的大神愛將 華特鮑斯更好 更好 更加標青 三頓降班 但是Navia其實還沒有降班之前 已經吸引到很多強隊的注意 包括車路士、利物浦、曼聯、阿仙奴 等這幾支球隊 一直在注意著 其實本身利物浦想著 就真的 想要簽他 最初利物浦因為要簽個防中 即是去年夏天 因為牽達神和法賓奴 即是先後都去了沙地那裡賺錢 其實就算不是都要 因為法賓奴 就算留隊也好 也是要換血 因為他的狀態比較強 開始兩個都已經有年紀大了 所以利物浦不斷想去找一些新人 有活力 也有質素的防中球員 最初當然利物浦首算 就是當時效力白麗頓卡斯道 曾經有開季之前 一度有消息說卡斯道準備 白麗頓那邊已經接受了出家 但最終卡斯道不去 他選了車路士 選了車路士 那就算了 先在轉會市場那裡 先輸了給車路士一次 就把目君轉移到拉维雅那裡 但很壞不壞 到拉维雅那裡 拉维雅立即落集說 我只是想去車路士 再一次給利物浦吃 而最終車路士就以5300萬磅 再簽了拉维雅 連續兩夜可以說 利物浦欠贏了利物浦 沒辦法 最終利物浦就 迫着防中夷就簽了 遠藤韓和加文貝治 不過你不要管 遠藤韓就告訴你 簽我是好事 還要這麼便宜 一個頂了卡斯道和拉维雅 利物浦正在笑 無論如何 拉维雅來到 車路士想著有卡斯道和拉维雅 其實還可以 車路士這季應該還可以 起碼會上季 但其實拉维雅是大商加盟 當時加盟之後 因為腳跟受傷 一養傷養傷了5個月 即是還未出過場 一直到12月底 主場對著水晶宮的聯賽 才是第一次為車路士上任 當時下半場 後備身份入體 就踢了32分鐘 那也算了吧 九優復出 終於復出了 放下心頭大石 無論是球會上 球迷 肥袍 中場逐漸齊腳 好了好了好了 一天光了 只要你慢慢操作狀態 而且你剛剛九優復出 差不多大半年才再踢 再踢 然後你踢了三十多分鐘 你也不好意思說你的表現如何 你也不會有預期他的表現有多好 所以大家也想著不要緊 初時提升 終於第一次為車路士上任 希望他繼續保持 之後就靠比賽融入 幫助他融入 但很壞不壞 這32分鐘就是他今季的表現 因為賽後之後又會再傷過 又再傷過 哎 接著現在32分鐘之後 又到大腿了 大腿受傷了 一直大腿受傷之後 到現在都出不了 甚至乎終於 就早前 日前 終於就要出了Stament 球會宣布了 宣布修裂了 哎 這樣搞不定了 那 也問了 令到有肥婆 記者也有 肥婆也很無奈 說 其實拉維亞是一個很有質素的球員 傷患就沒有人想 就是球員是運動員的天敵 有哪個球員不想在場上去比賽 去作賽 有哪個想 只是受傷患前身 他也說沒有辦法 他相信拉維亞實力可以幫到球隊 但現在希望他專心一次養傷 希望他 什麽都不要想 等到復出之後 自然就有什麽了 自然就可以幫到球隊了 希望拉維亞今季就不要記住了 總之專心養傷 粗筆的狀態 自然還有機會 那好吧 車路士本身打算簽了卡斯图和拉維亞 其實這兩個球員共存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看到卡斯图最主要踢6號位 特別在上半季來說 他還未升到球隊 還未融入到的時間 你看到他有多厲害 要他專注在防守方面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都是他做 就是轉手為攻有他做 籃節有他做 搞到他都不知怎麽 拿手不成勢 其實如果你說有拉維亞 反而6號位在鬥著 是拉維亞鬥著後場 卡斯要踢旁邊那個 或者推前一點 踢個BOSS2BOSS後上進攻 其實那些白里頓很多時候 都是後上進攻的 所以兩個是可以甚至乎是互相互補的 當然啦 你說位換位做輪換的又可以 比如可能對著一些 稍為叫做實力弱小小的對手的球隊 那你就出單防中就出事但一個 那 所以你說車路士是否純粹搶人呢 開頭就不可以這樣說的 簽他回來是有作用的 是有作用的 那奈何你現在傷到這樣 要收益了 那可以怎麽用呢 對不對 拉維亞的實力 剛才說了他絕對幫到手 但問題沒辦法 你的傷患前身 其實車路士今季另一個新家民的中場 奧告場館這個年輕中場 又是自從年底 又是大雙員 不是大雙員 大雙員 大雙左 到現在都未出到 應該都是沒有了 應該都是收益的了 看那款 所以車路士現在中場的人腳 就真的不夠了 最信得過那三個就業 現在正算三個了 加拿卡斯道和安索 安索、菲蘭迪斯 所以肥普求神拜佛 就真的這三個人 就不要有什麽再傷了 甚至乎這三個人 刪勝一點 不要亂拿牌 要停賽 也很糟糕 雖然有些人可能說 一月就在英冠里斯特城 收回意大利仔的卡沙迪 這個是去年 世青杯的時候 幫意大利入了決賽 亦是MVP 入了很多球 後上入球是不錯的 但是你看到卡沙迪斯宗還年輕 他出過來的時間 無論是經驗 路數方面還是還不可以 而且他的位置上 似乎 有一點點還是 究竟你是放他在防中 還是後上 就像以前林伯那些 他還未夠清晰 防守意識他一般 他的後上進攻能力好 但是問題是車路士 在這方面的位置 又不是特別缺人 反而是後上防中的位置 缺人 即是叫做品 所以這可能就是卡沙迪 暫時不覺得他幫到手 至於拉維亞 專心養傷 下櫃回來 有沒有什麼未來呢 其實老實說 今季簽你回來 以及車路士的老闆 美國佬 保利 他也習慣了 七年八年 以前那些藥 攤這麼長 怎麼會沒有未來呢 今季你就當什麼 好好養傷 然後融入球隊 不是怎樣 一定有的 他的實力 他的踢法 絕對 適合車路士用 絕對 可以在 英銷前列 球隊的蠟燭 老實說 就算他不是車路士 去利物浦 去阿仙奴 甚至乎曼聯二次 他也適合踢 對 曼城就問一點 因為曼城那些人 太不機了 你又不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以他踢法 以他的實力 去過幾支球隊 卓卓有餘 是可以的 其實 無論你說 在後上進攻 覆蓋範圍 攔截 放長傳 等等 當然他也有他的 需要改善的地方 但是還年輕 例如路數 遮線 始終是重要的 或者比球的決定上 但是老實說 這些是隨著經驗而增加改善的 所以其實以他的實力 去到Big Six 基本上差不多 大部分球隊都可以適合 更何況你車路士 更何況你車路士 所以專心養商是可以幫到他 但是沒辦法 你連歐國杯也踢不到了 今季完盡歐國杯 大部分時間 只有20歲 拉維亞 其實大家也不要看死車路士 你覺得今季是怎樣 你再看下季 首先你今季夏天的車路士 你不要胡亂賣人 又买一大堆人回來 又要再去 由頭建立密契 如果你說 只是小收小補的話 其實下季車路士真的值得再看 你肥譜繼續留在這裏 是沒問題的 今季抹下季 其實有機會更好的 真的沒有看小車路士 他那群球員的實力是不差的 但因為真是太大多新人 你怎可以一時三一 就能建立密契 建立多個隊形出來 所以我也期待看拉維亞 出來拍攝卡斯道 或者拍攝安蘇 拍攝光尼加利查 那些是怎樣的 未真正看到他的實力 即是在买車路士那裏 OK 今集時間到這裏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放一個Like 和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有在YouTube上按下小鈴鐺收通知 正常來的新節目和Live 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Penshaw來源的IG 因為逢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上出post 亦會彈上IG story 再一次宣傳 星期日3月31日 看波活動兩場波 利物浦對白麗頓和曼城到阿仙奴 地點就是Liberty Exchange Kitchen & Bar 在中環交易廣場 今次就是我Penshaw來源路和Marcus 的球魂志合辦 希望大家都到時來了 報名方法就在影片下面的Description 有條連結 按進去,亦都詳盛價錢在裡面 同時開頭的時間 將Poster有個QR Code scan進去,報名就可以了 188元包兩杯飲料 看一場又是這個價錢 看兩場又是這個價錢 OK 食物的話 想加食物的話就388元 兩杯飲料再加個Main Cost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第二天又不用上班 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